嗨,大家好,我是蓝妹儿 看到这个面团,你是不是以为我今天要做面食呢? 其实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往面团当中倒水 其实是为了洗出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是不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 那就继续往下看吧 面粉倒入大碗当中,加一点盐,搅拌均匀 使盐和面粉充分地混合 往面粉当中一点点地加温水 将面粉调成面絮之后,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往揉好的面团当中倒入清水 用手啊,不断地搓揉 揉出里面的面筋 倒出洗面筋的水 那这个洗面筋的水是可以留着做凉皮的哦 那直到把面筋洗到水清就可以了 将揉好的面筋摘成一个个小面筋备用 锅内倒油,油的量比炒菜的量多一点 将洗好的面筋丸子放入油锅内煎制 煎到面筋表面金黄发脆 当然了,你也可以用油炸,不一定要用煎的做法 我们取出煎好的面筋 我们取出煎好的面筋 莴笋切薄片 鸡胸肉切片 香菇切滚刀片 锅内留底油 下香菇片翻炒 炒到香菇变透 倒入莴笋片一起炒制 放入鸡胸肉,炒到鸡胸肉变色 这个时候倒入煎好的面筋一起翻炒 往锅内倒入小半碗的清水或者高汤 加盐调味,把面筋煮一下 煮到面筋变软 就像视频当中我按压的一样 这个时候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勾芡 最后放入超熟的木耳一起炒制 炒好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三鲜会面筋就做好了 是一道非常不错的家常菜 一起来试一下吧